快位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6萬大甲 行車記錄器拍下 在國道行駛開著開著 突然下起寶特瓶雨 可以清楚聽到寶特瓶 打到車的聲音 顯像還聲 事件發生在國道3 往大甲路段 駕駛被突如其來的 碰撞聲給嚇到 狂按喇叭 共有5台車受到寶特瓶攻擊 依照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貨車不穩 使行車時有危險 可罰新台幣3000元到9000元 如果導致有駕駛受傷或受重傷 最重可吊扣駕照一年 要上高速工作前 一定要把所載運的貨物 一定要非常穩困紮牢固 然後如果是議題 或者是一些容易飛上的東西 一定要把它包覆 完整之後再上路 雖然這起寶特瓶飛閃事件 當事人有打110報警 但國道警察到現場時 貨車駕駛已經逃逸無終 如果說民眾他有 他有像一些 確切的一些資料的話 他可以依照不同的板大 來提供給我們警方 再看一次驚險畫面 既然回收車已經沒有捆好 開始狂灑寶特瓶空罐 後方駕駛還狂按喇叭提醒 還好沒有發生事故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韓之星取成意 彰化報導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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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妙